大家好,鲫鱼去刺原来这么简单 教你一个好方法,三分钟去除干净 让你小孩吃着安全又放心 跟着视频一起来学一学吧 今天的鲫鱼可真不好买 跑了五六摊才买到这一条 大概两斤重的鲫鱼 买回来以后我们还要再处理一下 虽然里边的内脏已经叫摊主给收拾干净了 但是还要检查看看有没有黑膜 还有鱼骨血也要刮干净 鱼骨血和黑膜就是腥味的来源 一定要去除干净 基本处理干净后把鱼鳍剪掉 方便我们待会去刺的处理 整条鲫鱼都处理干净后 用厨房纸巾尽量的擦干鱼身上的水分 两面都要擦干 待会操作的时候不会打滑也不会伤到手 一定要注意安全 现在就来开始给鲫鱼七次 把菜刀像这样紧紧的贴着鱼尾向上 这样片上去 一定要注意安全 就好像我这样垫一张紫巾或者是干净的毛巾 这样能够最大程度的防止鱼打滑 片鱼肉的时候要紧紧的贴着鱼骨 这样才不会浪费鱼肉 片到鱼头的部位 在鱼头这切上一刀 这样一整块挤鱼肉就片下来了 先放在一边 同样的手法把第二片鱼肉也添下来 现在来看一根鱼骨鱼头鱼尾 还有两片鱼肉就这样子分开了 把鱼头鱼骨分成小块 装在一边等会熬汤 现在来处理鱼肉 最明显的这里有一排鱼刺 也就是鱼排 鱼排的刺通常都是比较长的 乘一整块 所以叫做鱼排 我们只需要拿着菜刀 贴住鱼排这样子 切下去 像这样倾斜着菜刀切下去 一整块鱼排的刺就被剃出来了 在鱼排的这个位置上就没有一根刺了 干干净净的全部都是鱼肉 鱼排的刺处理完 现在就把手放到这个鱼背骨这里摸一摸 能够看到这里有一些小白点 是一束牌下去的 这里就是一排小刺 可能用右脸看不是很好看 但是一用手一摸就能够感觉到非常的明显 只需要用菜刀在这排小刺的两旁 这样子斜刀切进去 相当于把这排小刺给切开来 切到鱼皮的位置 但是不要把鱼皮切破 再从这排鱼刺的一端 用手直接这样子扯起来 就可以把一整条的鱼刺给扯下来了 摸一摸看 这上面全部都是细细的刺 再检查一下如果感觉还有刺的话 就像我这样子再划上一刀 划了一整条大的 一条小的 终于把这个鱼背骨这里的刺给划干净了 现在用手怎么摸都感觉不到鱼刺了 特别的干净 鱼去刺的时候一定要用手多摸一摸都感受感受 如果我觉得像鱼尾处这里有刺的话 也要按照刚刚这样的方法 在鱼刺的两边划上这样的两刀 再把鱼肉扯下来 这样鱼肉里面全部都是小小的刺 现在来看看这块鱼肉特别的干净哦 怎么摸都摸不到鱼刺的存在 全部都去除完了 按照同样的方法 把另外一片鱼肉也把鱼刺去掉 接着再切成薄片 把鱼片全部切好 装到碗里面 加入清水 下手抓洗洗出鱼肉里面的血水 还有粘液 洗干净后捞出来稍微挤干一点水分 把另外一盆鱼骨鱼头也洗一下 洗干净后放在一边 大火要煮汤用的 现在来把鱼肉腌一腌 加适量的盐 胡椒粉 料酒 葱姜 下手抓拌均匀 给鱼肉去腥入底味 炒到鱼肉像这样有点发黏 加入半勺玉米淀粉 继续下手抓拌均匀 能够很好的锁住鱼肉的水分吃起来更鲜嫩 抓鱼后像这样就放在一边腌10分钟入味 准备一块老豆腐 对半切开以后改刀切成厚片 豆腐配鱼特别的营养又美味哦 豆腐切好终叠备用 起锅倒入少许食用油 油热把葱姜放下来上上锅 倒入鱼骨 开小火把鱼骨煎至金黄 一面煎上两分钟 翻另一面要继续煎 把鱼骨煎到像这样两面微黄 倒入热水 大火煮开 你可以直接把鱼骨捣碎 这样子都能够属于鱼的鲜味煮出来 盖上盖子煮10分钟 10分钟后来看看这个鱼汤 特别的浓白 鱼的鲜味全部煮到汤里面去了 准备一口砂锅 把熬好的鱼汤过滤到砂锅里面 像得骨头残渣就不要了 现在把刚刚准备好的豆腐放到鱼汤里 开大火把豆腐煮上5分钟 把豆腐煮到像这样全部漂浮起来 转小火 把刚刚腌好的鱼肉一片片的下入锅中 鱼肉放下去先不急着翻动 保持最小火 把鱼肉煮定型 鱼肉煮上两分钟定型以后 就可以用铲子推动推动 改不用大火 再煮上两分钟 把鱼肉充分的煮熟 豆腐鱼汤调味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适量的盐 胡椒粉 味精 不喜欢的也可以不放 翻动翻动 让调料化开 像这样 一锅非常鲜美的豆腐鸡汤就做好了 来看看这个汤 特别的新香 红白哦 最后撒一点葱花 真香又好看 鱼肉嫩滑入味 吃起来和豆腐一样 无骨无小刺 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 实在营养又美味 喜欢的朋友一定要试一试哦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